江湖上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叫南淮景的密宗大师 密宗大师兼了几个徒弟最有名 其中之一最厉害的就是 反腐运动领袖王岐山 第二个就叫陈峰 第三个就是过去的常委的一个家人 以及N个政的级委员 其中还有一个王岐山的小马仔 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叫蔡厄生 把二十岁的女人叫财狼找 虎狼找出旧 把八岁十岁十二十六岁的阴红黄蓝风 可怕吧战友们 你们会看到这些事实来证明 红黄蓝幼儿园 他到底背后有什么故事 谁是中国真正的共产党里边的叫 暗黑的教宗王岐山